兩位老師 還有我們調整的那個 應該叫師兄師姐 還有在座的 我們目前還在學習的 各位親愛的夥伴 其實我這次來 真的沒有打算要拿這支麥克風 平常拿習慣 但是在這樣的場合 還是我第一次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見證 但是我要把我的感受 跟各位大概分享一下 那我想在座 應該有很多人 我這麼講的對不對 我鞋了開啟器工 還有我有騎腳踏車 然後呢 可能還有在社區裡面走 那可能有些人知道我 但是可能我就看太多人了 尤其現在有比較老花 如果沒有認出你們 有不禮貌的地方 請盡量每次說 啊你你你你 啊你怎麼不跟我打個招呼 真的很抱歉 好來 其實這個長生學 最主要我要感激 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 但是我就一直覺得 長生學長生學 我是一個有點好奇的老婆 那是因為透過 王大哥 王進來 王我 王進來 王大哥 他是我們騎腳踏車的 那他在騎腳踏車當中 我們有夥伴不舒服 然後他就調整 然後呢 當一個休息的 就是我騎腳踏車休息的時候 他就進入 所以我沒有從懷疑 但是我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所以我常常問他說 王大哥 啊你這個是從哪裡學 啊花臉會不會開課 這樣 他就說 會啦 會會會 那上一次 伊里開課 他說你要不要去 我就覺得 花臉很遠 不是 伊里很遠 沒有其實是懶 那我覺得 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就是懶 懶怎麼寫 一個心 然後 賴 就心賴皮 所以就懶 所以千萬不要學我 那我也很怕在這一次的 學習一遍之後 我想持續 但是又怕被這個籃子拖住我了 來到這裡 我很感動的就是說 長生學老師有講 三個是很簡單 但是你們有看到這一張圖嗎 我就是看到這一張圖 我非常的感動 你們看到什麼 兩隻手 愛心 然後呢 有一個人提 那大家都看到 那大家都有感動 所以會坐在這裡 我一看就是 長生學三個字那麼簡單 但是我一看到就是 每一次來我就看到這一個圖 就是雙手 轟住了我們的身體 然後心在我們的空間這樣 所以然後這一本書 真的是讓我感動 那個圖更明顯 那更感動的就是老師的字 他提的就是緣起你將如何珍惜 好讓它變成了永恆 我希望是因緣來到這裡 那我持續下去 所以當我籃子的時候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這個當寶典 當然的時候就要把它拿出來 也是我們的一個寶典 那其實我還是有點感受 我的尾椎骨 就跟剛才我們師姐講的 我在大概我小的時候 那我為了要去拔那個蔥 媽媽就叫我去拔蔥 那想想的地方 要跳菜園 那個菜園不是用竹籬 這樣圍起來嗎 然後如果要進去 不是這樣打開嗎 對不對 然後彎起來 那我就很疲啊 我就想說要打開那麼麻煩 我就跑跑跑就跳過去 結果就 就大鬥你知道嗎 結果就很痛很痛爬不起來 後來呢就想說 起來一下子就好了 那時候還很小啊 所以骨頭還軟啊 就沒有什麼覺得 但是到了大概懷孕 然後體重又比較重一點 然後就是 坐 像我早上我搭6點38的火車 上台北去開會 然後我搭了3點多的火車 我下火車我先生在 馬上過來這裡 所以我一定要來聽課 真的我覺得不能清醒 那來的時候我就 有想要請黃大哥幫我跳 但是時間的關係 但是在我記得開第一次初級的時候 開線 就是我們認識第二 對不對 第二嘛 線到二 在幫我開的時候 我就回來 開完我回來坐 我就有感覺 因為我坐這邊其實坐久了一點 我還是會覺得 因為我那個尾椎已經 人家這樣子的 我已經這樣子了 所以我就會坐久了 就會覺得很痛不舒服 然後開了線以後 我坐下去我就覺得 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輕鬆 但是今天因為 早上又坐火車去台北 然後又開會做了一整天 幾乎快一整天 然後又坐車回來 就感覺微微的又有點痛 但是就沒有那個 還沒有開心的時候的那個痛 所以這是我的一點體驗 那因為我周遭很多的人 都是陸續有狀況 例如說得乳癌 得連霸癌 還有就是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都是我需要幫忙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我學了 因為我要回去做功課 然後去幫他們 那我的同學 他得了乳癌 大概他其實63歲 他說他去檢查 半年前檢查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 有一天他自己摸到了 結果已經第三期 然後呢 現在的治療是這樣子 他是先化療 縮小 然後再開始開刀 然後還好他開了以後 然後也淋巴拿了一點 結果去化驗說 還不是正常 只是說他的狀況 比人家講的三期還好 所以他現在就是定期追蹤以外 他要做一年的標靶 那標靶完 以防復發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同學 那你有沒有練一些功啊 或者什麼這樣 他就跟我賴 我手氣沒有帶來 他就跟我講說 同學你要認真學 因為他在二十幾年前 他就有學了 但是是因為 在學的當中之後 他有不辛苦 比如說餵啊 還是哪裡不舒服 他自己就會調整 那時候後來可能 因為太忙了 他太忙了 所以他就把 就沒有再練功再學就對了 所以就有點 這個久了沒做 功力就沒有了 再繼續靜坐 這樣喔 繼續靜坐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一點疑問 對不對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 回去了就忙了 或者懶了就沒有了 那之後該怎麼辦 等一下請 我們老師或者師傑 跟我們解釋一下 說明一下 那後來他就說 你一定要認真學 所以他覺得 他有這樣放棄 他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 他的身體 已經第三期了 還那麼訓練 應該是跟這個 也有什麼關係 還有就是說 他曾經有一位老師 他有學那個 所謂的叫做氣功 然後氣 當時他也覺得什麼叫氣 氣在哪裡 看不到摸不到 他就覺得心存懷疑 但是後來他想起來 但是他那個老師已經去快樂去了 去天上快樂去了 不然他想起來 他又身體的這樣的狀況 他又把它拿回來 他有自己稍微可能用功一下 他又覺得 身體真的有氣 所以他自己現在也有在變氣 這樣子 所以他狀況還是都控制住 所以他告訴我說 同學 你一定要認真學 我現在就很想說 我快點學好 因為我去台北看他 我要把這個 跟他一起分享 應該我想分享 那真的很感謝我們兩位老師 我一來我也很感受到 老師他的那個 兩位老師的說話 聲音非常的好聽 而且講話都是這樣子 慢慢的 他也不是慢 時間控制得很好 讓我們聽得都很清楚 然後呢 魏老師他講的 所有我們身體的狀況 疾病的狀況 知智 知智都沒有違反 醫學的一些 怎麼講 沒有違反一些醫學的原理 所以就讓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這樣子 我想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 大家一起加油 發展真的要加油